一场来看的话可能这样的打法已经是给他们带来一分了 那这一场的话IG相应的压力会稍微大一些 已经进入召唤师峡谷了 再度是双方中单焦点对位的一个镜头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召唤师技能 包括说天赋的一个选择的话也是比较常规 双C的话持续是选择的一个冰川增幅 其实这一把就从理论来讲 更多的对IG而言 双C其实更多还是在前中期打一个工具人的一个效果 上校的话是更看好IG的阵容一点 除了5分钟之前 主要是5分钟之后走的话 方普拉斯就大概到6了 到了6节之后的话 其实对方普拉斯阵容上也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提升 反正我反正先2了 我看不懂他的这个曲线 先扣个2 我也是2 我感觉方普拉斯这个阵容的一个前中期 打架比较厉害 再加上一个千决可以辅后期 好有着走位 咋了一个刚风 全程看到方普拉斯 也不是全程 可能还是再看一下技术符文的一个对比嘛 其实上一场确实一个掠食者感觉 比加利奥的那个效果还不错 对吧 进场各方面的效果的话 都是给了IG一些压力 对 那掠食者改了嘛 现在这边韩服的主流打法 都是掠食者加利奥 下路互换一锅血量 这边双方都一个余震的 但持续一个对点上 直接挂点燃 这边保单的血量下来是比较低的 直接逼闪了 双方同时给闪 但特意的话 炮夫再度被打一套 下路一个换血 再度是方普拉斯在前级小战一些优势啊 是 主要是双余震的辅助 宝兰先把自己的余震打掉了以后 后续的输出来说的话 肯定是方普拉斯更为厉害一些 是一级的赛纳不弱的 而且在决策上来讲 你明显感觉方普拉斯是更想打死人 对吧 点燃直接就挂了 这单纯的欺负你AD没有带治疗 所以辅助这边没有人可以救 所以冠一套伤害 也只有好在因为泰坦嘛 比较肉一点 因为他泰坦 环节一下气氛 原来大家都比较紧张 没事 我们的科学小能手无处不在 是 上路这边 确实纳尔打鳄鱼 觉得等级的提升会越来越好打 但前级是他不陷入劣势 说的有道理 看一下这场比赛 双方打野的一个前级动向 其实小天这边是选择没有往上去走 下半区Bug刷完之后 直接把上半区先清空 而且这边可以堵一下 看一下硬计刷 因为核线马上要刷了 而且这边六星松早早动了 可能是想帮小天吃一下第一个印记 或者是先在中路帮 蹲臂环节波压力 但Rookie的站位保持得非常好 而且有W有闪的 尼扣是很难动的 你可以看到他已经是贴住了上半区站的 是的 印记在上面 是 这就是稍微没了一点点 是 上路这边也是直接选择放弃 毕竟赛哥在前期那儿的话 是可以做一个对线的一个压制嘛 如果方帕拉斯想去抢的话 确实也没有占多少的一个优势 而且这中路被压了 难受 这边林伟祥已经回家补了一下装备 这边是直接出了一个发育刀 下一刀 还是和上一场一样 可能更多的是希望 在中期的时候装备成型更快一些 可是Niko带冰川中服去打短手 真的特别好打 只要你A到减速到E 基本上不会空 会打一套 然后炸3Q 很爽 下路这里还是会被压线的 我这一波感觉是方帕拉斯自己稍微放了一下 而且我觉得就着这波顺推线 其实宁丸可以考虑要不要开这条龙 因为到六级再打团的话 方帕拉斯的优势会更大一些 对 在那个时候明显是左边的话 有全空更强嘛 而且现在南枪回家已经有红刀了 而且自己有四级的话 其实是有大龙的一个能力在的 下路并线直接往前推 那南枪这边刷野的路径 是在慢慢往上靠的 反而是千绝的一个刷野路径 是可以往下走的 回程了应该就不打了 上路下一个这边拿到一个纳尔的话 确实对线目前打出来的效果也还不错 而且他这边视野做得很满 就中路再往上一点点的那个眼 应该是如可以帮忙插的 还要加上河道 而且加上自己的一个视野 整个河道都是亮的 所以暂时的话 纳尔如果压线也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确实 因为前期的话 整体的一个压线都在中上 给到中上更多一个视野保护的话 确实也是比较合理的 而且这场蹲避比上一场来说的话 他的TP是跟这个 妮扣同时交的 所以说后续的压制来说 可能不会那么的有压力 上一场他那个TP为了出第一个鞋 其实踢的太早了 来中路想动 这波嘲讽直接逼闪 这一波闪现被逼到 对于Rookie就有点伤了 因为你这个妮扣在前期这么早 交闪的话 接下来压线会不好压 而且团战里面 你的那个大招上限可能就会有所下降 对不过这个闪可能是因为他刚刚TP上线 所以闪现保一下血量 就这波如果被吸到换一套血的话 他其实还是蛮伤的 对线化 是 上路这边好像有想法 夏哥这边怒气还不错 已经变大了 但凝望这边也没有太好的机会往前走 老炕压了 动都不动一下 就细经验 保证一个等级不落后就行 拱上来了 但直接被拍到南枪脸上 开起大招直接往后拱一下 手里说闪现的 及时交了出来 那这边血量保持还不错 爱奇这边后续应该没有太多的想法了吧 少校名不惜传 刚说完 胜发奶 南枪在上路露脸的瞬间 小田也是反身控制条火 这就是当前版本 五分钟后选择干个上路的弊端 就是可能会丢失下半区的一个控制力 而且对于方普拉斯最好的消息 还是小田再度拿到一个核道的一个印记 这波还是方普拉斯转了 因为上面没有死人 虽然交了一个闪现 但是确实无伤控到一条龙了 下路的话还是在持续做一个压刀 因为加料暂时消失在地图上 其实到了六级做 已经是可以给边线更多一些压力了 而且对于现在的一个野区战斗来讲的话 可能凌王就没有六级钱那么舒服了 没办法去无视对方加里奥的一个威胁 下一个这边也是补了一个发育刀 真的是把发育拉满了 其实上路好像也打不起来什么架 先补补刀发育一下 而且这兄弟已经出不假鞋了 这两个人如果中单不来的话 确实有点难杀 确实 公子哥 4号不上当 反正过来换了一波血 但对双方上当人员都能接受吧 加料已经在往上靠了 这波有想法 但是纳尔手里有闪有益 然后还有真言已经发现了 反正赛哥这波很难被干活到 这边就硬杀你一下 中路兵线反正还没到自己 缓解一下压力 这波纳尔一钢的交CD还没有好 不然可能会跳脸揍一波 这个兵线对于夏格尔也有那么一丢丢危险 赶紧推掉往前走 拨好在这加料已经来上路一波了 这个时候得回去收一个兵线 瑕虎先锋快刷了 IJ这边动的是比较快的 辅助已经来到侧翼 但方普拉这边的应急手段也做得很好 已经把双人线都给叫过来了 而且下路已经是提前推线了 看一下这波要打起来是二打三 只能往后退 嘲讽 看一下大招是命中到了假身 这波IJ是可以圆满的撤退 而且白骗一个TP 那这样的话 赛纳处理好兵线再返回霞虎先锋的话 这波在兵线上IJ是稍微朽索小转的 看在此之前能不能先把霞虎先锋打了 但这个位置对于IJ肯定要放了 因为方法子人员是要更多的 硬币哥迎来了 所以看了一下对方的一个位置 霞虎先锋其实可以拉出来打一点点 这边 IJ这个处理感觉就是要放的一个样子 因为赛纳第一时间 兵线在中间也没有过来 然后南枪直接刷自己红了 是 应该就不打成要了 那这个时候抛给IJ一个问题 就是说 赛纳在下落能打多少一个渡城 而且下一个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坏心思打断了 哇 那这个有点赚的 打不了多少 感觉赛纳这个兵线都推不完 一个都打不了 一个可以 少笑 这一波其实主要还是在于下一个这波打断很灵性 这边野区有一个核道线 但是小天不是很敢打 可以有自己中单一个援户 先锋被太太空了一套 这个时候 Rookie已经来了 常心交成交闪下拉位置了 但英比哥这个时候进场的话 手里是有闪现的 打了一下 嘲讽就直接往次里拉开 一锦的中心春再拉位置 但是拧过来 直接逼出小天一个压力深吸 等一下后续的话可能不好打了 钩子给了 但是直接被南枪杀害给灌满 远距离一个暗影导园也是给上 宝兰的血量还不错 看一下英比哥这边 再度跟上一个控制的 室友刘青松 拿下这个人头 反身的话还要打正一种权配合光风 打的伤害还不错 另外这边血量下的比较多 但最后加平 还是拿下这个人头 反身的话 这一波方普拉斯在野区有点炸呀 这凯旋救了宁王的老命了 很关键 对 本来这一波 宝兰没有够到人进塔之后 感觉IG是一个很伤的一个状态 但是 南枪这个英雄 确实感觉吹嘴上的能力还蛮强 而且第一身是把千诀给处理掉了 是 而且其实从 马后炮子的角度来讲 会觉得 英比哥真的是救人心切 其实在那个角度 小天惩戒掉之后 他已经是想走了 反而是英比哥 因为太过于想保自己的队友了 导致位置太深入了 而且也操作起来了 他一个冲拳 是正好躲掉了道次的 对 这第一时间 Rookie可能是清线把意交了 不然这个位置 他直接交易再放大招的话 小天很难走 而且宁王这边选择 真的是太果断了 交伞上来直接跟 也知道你今天这时候 战斗力不强 在这边处理掉一个人之后的话 在残局的对抗里面 自己跟Rookie这个血量 整体保持更安全一些 这条命都是凯旋给的 是 差一点点 而且这一指没有指上凝王 因为天挺之刃的判定 是指尖上的那个人 是会优先判定 指到了 其实还有机会 在凯旋回之前 直接给他秒了 是 那这场凝王和上一场不一样了 起飞了 对 你从出装上也能看出来 直接就黑切了 黑切搞起来 不搞那些虚的 是 但是霞鲁先锋一如既往的 招到了下落 而且这波两层肚层 是必要吃的 直接给千诀 这边寒冰是一口没吃到 不敢吃了耶 这边爱情下落顺主顶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 小天又发了一波财 很舒服 不过千诀本来在这个阵容里面 也算一个核心 多吃点经济的话也能理解 不该吃 是 哎 家里奥在往上靠这一波 但夏哥用一技能调整的位置还不错 那可能没有更多的 可以包夹的手段了 而且这一手 回头 想来越塔 刚一个机攻手里有闪现 有大招的 怎么处理 赛哥是短时间内变不了大的 直接过来后 两套控制链直接拉满 战争刚方配合上Q技能的鳄鱼 是直接秒掉 但Rookie下场以后 靠着自己的加速过来 绽放掉了对方的鳄鱼 还要再留 蹲臂这个位置没有闪现 可能要被Rookie追着点好久 而且千诀的位置上来说 稍微有点远 冲拳是被直接挡在了原地 Q技能再咋一下 伤害有点千诀 男枪来的有点晚 Rookie反身的到次空到了两个人 操作非常的细腻 而且还要再来 男枪已经包过来了 但是Rookie这个位置 看起来应该选择不太想打了 是 那英文哥也是赶紧用意性能 拉开位置 如果不是这个E技能 控到两个人的话 其实这一波反而是Rookie比较危险的 要交闪的感觉 是 但与此同时 刚刚上路打了一波的情况下 宁王已经是在下路 把水龙给控掉了 是 所以本场比赛的话 一个龙魂将会是个风龙魂 风龙魂 所以两边也都蛮舒服的 大招都是很关键的 对 很爽 那个进场的加速 对 而且对于双方更多的 就龙魂提供的那个大招的减CD 也是很好用的嘛 这一场IG终夜一旦肥起来的话 就不会出现说中气的时候 方普拉斯这种强势 一边倒的那种情况了 只要千杰跟加里奥这两个英雄 大招CD太长了 是 而且我觉得对于方普拉斯来说 要想明白的点 就是在于 他不能跟IG结混战 因为他的小技能都不是很厉害 他是靠大技能吃饭的 看下一勾直接勾回来 直接大招砸起来以后 独立这个位置没有闪现的 杨林生息 保了起来以后 远方的一个爱惜剑是定到了凝王 绽放再次控到了两个人 宝兰交出自己的秒表冲拳 但是在原地直接被Q死 而在侧面上再次到此刮到两个人 闪现过来以后给了一发治疗 小天被极限的一发Q 你能再次炸死 闪现过来以后 无尽的私手 把另一枪留到了原地 而侧夜的战场上 刘青松被黏着 打了一套凝王 一枪直接收掉人头 这一波团战再次 爱惜大获全胜 第一时间 英币哥因为没有闪现了 所以有杨林生息 尼克保护 但是自己整体的阵容 已经非常被动了 在后续的交战里面 是由爱惜完成一波收割 感觉这波第一时间 千绝跟爱惜给的输出不够多 然后Niko这边进场的位置太好了 后续直接让爱惜 直接完成收割 而且这两波 宝兰给的控制挺关键的 就这一波吧 后续先杀掉一个人之后 一个勾也蛮精准的 就两个勾子都是非常极限的 你可以看一下 就感觉这个勾特别长 直接正面留下一个英币哥 他像是那个Q的 那个尖尖把他刨回来的 对 我猜觉得这边 蓝量不是很多 但他这边也不是特别吃蓝 大家要开开就可以了 不过这一勾 你看直接勾到了 是 就精神好了之后 直接过来 林温翔闪现 给了一个W万千奇方 收掉一个人头 而且如可以后续的这个Q技能 把残血的千诀给收掉了 而且Puff这边也是 上前闪现 对吧 刘兴松就其实后面挺细节的 一直在前面帮这个千诀 挡男枪的一个平A 就后面Rookie这个小手一丢 把这个技能丢过去了 但是该说不说 刚才镜头扫到 其实小天虽然在前期的交战中 屡次获败 但是他现在的印记 印记还是有三层的 是 那也是即使给了双方 肚层的一个交换 目前的话 还是有IG肚层上领先比较多 但侧翼的话 林已经摸过来了 超好发育的一个男枪 开始控制了 狭五先锋 这个位置对FUN PLUS的人 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接 是 因为艾希已经在下路露脸了 还想动上路 看一下这个位置 进攻直接选择开大 可在这个位置变成大招以后 上来先打一套 直接甩到墙上 W再进Q技能 拉了一波伤害 但是在侧翼的绽放 是没有占到任何人 嗯 如可以应该是赶来支援的路程中 是看了一个刘青松 但是后续的话 刘人是没有留到 但因为人员更多 所以给蓝Muff做了一波清洗 上路方布拉斯野区 应该是保不住了 但只要两个人不出事的话 这个战局对方布拉斯 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上来 小冰枪流 这本身是指上去了 寒冰的剑桶 刻意插进而过 宝兰交的闪向往后拉 但如可以在致命的话 交出一个秒表 可以拖一下自己的时间 所以先倒的是一个宝兰 这个爆炸果实 已经是被对面给破坏掉了 但刺意的话 宝王在打起 拉斯野看一下 防一塔下 炮福这边也不正好走 兵线已经被清理掉了 炮福想要靠一下平A 而刺意的话 宝王怎么就倒了呀 这边如可以反向逃生 算是逃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看一下后续这边 小天有闪现 有大招成本来还想追 则是有闪的 这边炮福没有闪现 应该是走不掉了 杨林生气开起来 保留下自己的性命 哎 林伟祥这个位置 想换 换掉了林伟祥 但自己这边也被牵绝收下 是的 虽然后续林伟祥 有点不小心啊 没有走进 那个杨林生气的圈里面 就导致被换掉了 但是在整体的战局上来讲 方普拉斯一波 在后面打回来了 打回来一大波 是 而且关键是宝王 这个是个大人头 是的 其实主要 自己一开始追卡的那个口子 被那边的地形分割开了 然后两边的一个阵型拉扯 被方普拉斯这边 先把下落的辅助击破了 我感觉埃基太要了 他那个蛤蟆 其实就放了 就没事了 他想连蛤蟆一起吃掉 把上半区野区 直接清空 导致后续 被方普拉斯再次补回来的 这波经济的团战 给打了回来 因为这波 其实在之前的话 方普拉斯是先行回家 和独好的自己的装备 状态也非常好 而且这个位置 真的是埃基 很难打赢团的一个位置 因为受限于方普拉斯的一塔 对 而且因为这个地形 是完全把埃基的阵容给撕扯开了 在后续的追击里面的话 其实小天也是很 就很聪明 知道自己有阳灵声息 所以能够一马当前去挡 在这边的话 埃基进攻节奏很快啊 直接转到了小龙 看下方普拉斯这波怎么守 直接一个大招过来后 凝王被开到了 凝王这个位置稍微有些危险 一套控制连直接下场 连人带龙一起收 而且宝兰也倒的情况下 德塞的大招选择并不是很好 并没有控制 被卡到了龙空里 而Rookie在侧位 并枪再拉 但是闪现了一发 平A直接带走 进攻完成了一发 终结人头的收割 是啊 而且 大龙累啊 17分钟 大龙还差一点点 少校你不要急 但这一波小龙打下来的话 其实对于IG的人 这个阵容的消息 可能没有那么好 因为这个时候 你本来一开始是经济领先的 但你可以发现 这个时候被方普拉斯 追得有点太快了 连续两波团战 连续两波团战 确实IG这段时间要稳住 现在经济插上来 我来说方普拉斯已经是完成了反超 对的 确实两把Rookie都是那种 可以评审OP选手的一个 发挥 对一个发挥 但确实两把给的时候 IG都是在一个精致的劣势嘛 开始甩锅了 被毒奶了一口 对 但这两波 我觉得除了IG 可能在我们看来 有那么一点点极限的情况下 其实同时也要说的 就是方普拉斯这边 确实抓机会能力很强 就这也是一个 正常的一个特性嘛 对不对 因为韩冰一个跨四局的开团 你确实在那一波 给到IG太多的一个创伤了 你看这一波 多硬币的一个第一视角 看得确实漂亮 而且第一时间 宁王三个人头吧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一个三个人头的男枪 在团战里直接被控制链 秒杀掉以后 IG的阵容就此被撕开 是 其实主要就是 女坦家家聊的一个冲阵 对于IG来说太致命了 他们这边 Niko正顶在前面 放了一个比较好的大招 但是如果家聊大招 只要落下 自己的输出 也是不敢上去打伤害的 对 因为你可能第一时间 得往后走对吧 就可能给你五秒的团战时间 但你有三秒 再往后走为拉扯 所以话说回来了 为什么不搬家聊 体系的加扯 我能处理 其实从 我们 因为现在已经有点马后炮了 其实从前面的几个点来讲 无论是打线 还是前期的一些节奏 其实说实吧 IG打得还不错 对吧 是很好 但是你发现一打团的时候 感觉自己就有点乱了 然后现在又想在上路 抓一下这个小纳尔 没有闪现的 是啊 下午前锋照出来了 这波 哪怕抓死纳尔 付出的代价也会比较的大 刚才小约 晒哥在中 上路已经是处理好了 自己的兵线 那中路的话 总归还是要撞一头的 这个二塔得棒 就爱惜一个人 是 主要是加里奥在下路 做一个编带嘛 诶 这边又打起来了 原地是被晕了一下 但刘金东大招直接只打晕 英比哥特意挖一技能赶过来 特意的话 晒哥直接是倒了 凡手爱因疗原 给的有点晚 控制链衔接上了 后续爱奇给的那一个大招 导致纳尔这边没有推出来 大招控死了 这如果给他推出来了 感觉方帕斯就炸了呀 是 是 那个地形可能会打出 一个爆炸的效果 诶 有印记 没惩戒 这不对于宁王而已 是 那这一把牵绝有点肥啊 19分钟 7层印记 但对于爱奇来说 经济还算在咬得住的范围内 爱奇留到了 双双暗影 闪现过来以后 到次没有勾中 但是再次减速到以后 李美翔这个位置 已经没有闪现了 无尽的撕手 把李美翔留到了原地 男枪在远处的一番爆弹 那一眼受到了这个人头 哦 爱奇我觉得还真的是 有这个底蕴在这里的 你可以看到他每次落后 或者说在地图之间上 亏欠的情况下 他总能在另外一端 找到那么一些机会 而且是选手主动创造出来的 但是 wookie嘛 放plus体系的加成 再加上小天现在这个阶段 装备其实还就一般 说实话 主要是被动 对 主要是这个被动太多了 已经7层了 是 对他等会打你前排特别快 而且一旦你在龙坑的视野 可能给到的 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 哎 先来看一下这波正面 炮弗之间是被留住了 而且 宫子哥已经走过来 对吧 是由小天啊 很轻松的就收下了这个人头 确实没什么操作空间 哪怕他进化解了 他也闪不上去 因为手里没闪 多摊了摊线 上一波去杀艾西的时候 把闪配合着 对离口交掉了 嗯 但好像是中路的兵线不是很多 所以RG的防御塔的血量目前看起来还不错 但正面因为少一个人的情况下 方法的这波兵线来的话 感觉是要拿这个中塔了 家僚已经在我们这边靠了 兵线直接给 给到了凌王 直接刘青松闪现过来 跟带着家僚进场 逼出一个闪现 凌王大择调整位置 这一波侧退打的还不错 后期的话分不了还想打吗 绽放直接挂出来以后 被钉在塔下的对面 开出秒表 杨林生气同时也开了出来 哎呦 直接再勾进塔里以后 直接被秒掉 而进场的瞬间 把刘青松在天上打断了下来 但后续没有伤害啊 反而赛格斯被留住以后 被激活秒杀 而这波打了一波 一换一的团战以后 小龙就在眼前 那这两波的进攻的话 可能对于爱情人 就很难受了就 因为现在反不拉斯 这边打完两波之后 就你虽然看经济上面 是没有拉开 但现在局势上面 还是有些优势 因为两波打完之后 感觉反不拉斯这边 气势很足 有时候说话 你真的相信一些 这个方面的东西 因为有气势加成嘛 对 你会更有信心一些 那这波小龙的一个攻守的话 由爱情牵手站位 所以拉打了一下 压低了一下 供这个的血量 但侧也有兵线 而是可以吸回来的 在这个位置 赛格没有TP 而加疗同时也没有TP 没有大的情况下 两边还要暂时 进行一个四打四的团战 开始抢视野的过程中 看一下Rookie 能不能找到一波好的机会 对于放普拉斯来说 理性一点 等加疗到场 等加疗大招 因为毕竟现在 有闪现的加疗 对于IG的威胁 是非常大的 是 主要是IG这边 闪现都没有 所以有点难往前探 小天这边已经开 对于的话是先手 由蓝色方拿下 当然硬币哥的位置还不错 过去想要逼 但这个整体位置 反身又要去打一个宝兰 宝兰这边位置是落空了 是被林卫强风光的 这个输出 暗影来源给到奶蕾口 但最后一个大招 是刷这个人头 这的话下一格也倒 Rookie进场大招 空了四个 可是伤害是没有人跟的呀 Rookie也倒了 由韩冰拿下一个三杀 那这一波小龙 人头可能大龙都要丢 这波本来一开始的话 我会觉得是 埃及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因为当时千决家聊 两个人都没有大招 这两个大对于 方普拉斯阵容来说 是很关键的两个点 但埃及的阵容分割开了 就宝兰一根之间 在上面那边过来 正好被方普拉斯逮住了 是啊 而且少了人之后 中的防一塔 也没办法防守了 但这一波对于埃及人 好消息是 方普拉斯并没有动大龙的 一个想法 因为供这个直接 是往下路去做一个分调了 而且好像这个 赛纳加南昌的一个 算是双补伤害的 一个英雄吧 因为妮可应该 经常打AOE的嘛 后续靠南昌和Santa来补 妮可打完伤害之后 这两个英雄 好像补伤害能力 是有点差的 每一波在开始打之前 都会残血 少是不在上前来输出 而且方普拉斯这一波 先手的对象也很合理 先把你的前派给处理掉 然后在下一个 自己也倒的情况 你可以看到 埃及后续的双射手 他们已经没有勇气 再往前踏足一步了 纳尔来到正面的时候 怒气的感觉不太好 最后这边怒气 都是没有变红 直接被秒了 对 也来不及变成了 或者说 埃及这个阵容 看起来不缺输出 但是缺的是输出空间 环境 这五个人 四个输出位置 都没有什么太好的环境来输出 Rookie可以凭借着 自己操作硬找 而且他这个英雄 本身支持他这样 但是两个射手位置上的 选手来说的话 真的需要环境来 为他们打输出 是 所以的话 Rookie又带着队友来找机会 但一个小走位 是供之歌扭过了他的一个线索 反正是魔法水晶天直接给 刘青松也是大招砸下来 但流程的位置也很差 加了要有一个保护精神 他把对着对着保下 杨丽丝一眼奶了起来 宝兰反而是要先到呀 宗英币再度拿下人头 这一段话IG好像还想做一波拉打 供之歌就被拱进来 Q进来回了大口的血量 双方纠缠在一起 但后续帮忙了几个残血量 先倒的是一个鳄鱼 刘卫强的位置有点差 闪现也没有好 最终是有IG的赛娜 拿下这个终结人头 是而且感觉有赛娜的阵容 这个可以打龙了呀 就可以边打边奶 可以打一打 这波Rookie太关键了 他在侧面不知道 拖了多少套伤害 一直给到对面 很关键的一个控制 是回家之后的话 英币哥直接要TP来 这边上场做一个援护了 小天那边是没有大招的 但有闪有惩戒 这波可能大家拼一拼了 这边整体打龙的速度有点慢 看一下Rookie这个位置 绽放开早了 小天是有意识的 进场过后 小天消除自己的闪现 要稍微再减一个速 看一下能不能跟上 闪现的一发平A 有炮服收下人头 而在侧翼的话 对于B只能向死而生 虽然嘲讽住了很多人 但是没有伤害 是啊 那处理完这一波大龙的 侵扰之后的话 IG应该随顺势拿下这条大龙了 这个时候方普拉斯 已经没有更多的手段 可以来做一个骚扰 做于有TP的 现在女坦这边还有大招 我觉得方普拉斯 还是有机会稍微骚扰一下 但看一下后续吧 Rookie这个位置 看一下变成太坦以后 再次顶到前面 Rookie往这一站 方普拉斯所有人都进不来 选择放了 因为这一波如果大龙还 就如果再为了这个大龙 再掉人头的话 可能就有点咬不出经济了 对 方普拉斯这边 那个头脑还是很冷静的 而且确实 方普拉斯这个阵容想赢 就得冲进去 把你拆开了打 但是上一波团 你可以看到 一是同系说的 Rookie在侧翼偷了太多套伤害 第二就是整个阵容来说 方普拉斯一进一退 自己的大招用的已经七七八八了 是 而且其实可以看到 小天那边一些大招 都是作为一个 保自己对手状态的 其实开的效果 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对 其实这波我感觉还是方普拉斯准备不够充分了 因为流星松从那个位置 他一个人走过来之后 导致 多音币 还有小天一个大招 都是被迫为了保他来开的 是 而且在这种残局的战斗里面 带着冰川增幅的一个赛纳 因为太过晕噁心了 就他所有的减速让你 如果只剩残权 你跑都没法跑 这是冰川中服的赛纳加Niko 黏黏体系一直在黏对面 而且这么打架 这个赛纳的魂会起得很快 对 如果一直在打架的话 赛纳的魂会起得很快 所以说就是这段时间 对于IG来说 拿到大龙buff 其实方普拉斯还有机会的 原因在于他这个阵容 只要把IG冲散了 是完全可以打 是 所以这个就是你说的一个点 就看IG阵容的一个调度 以及方普拉斯 是否能够进去开出一个完美团战 两边的一个就是 就是你刚刚话说 IG这边就要拉扯开 然后方普拉斯就要冲阵 看哪边团战 哪边执行得更好了 是 但其实对于方普拉斯 有一个好的消息 就是接下来一波团战 可能会在小龙坑爆发 在这种狭狭的地形而言的话 其实对于左边的家僚而言 可能是比较好发挥的 但同时 Rookie的一个Niko 对吧 也是很好发挥 但方普拉斯选择直接放 很果断 没下必要 因为自己家这边三条了 而且这也是一个风龙 是 下路这边就开始了 C分推带大龙buff 主要下个这边也有T 如果下路打起来的话 也能够及时赶到 方普拉斯看样子 下路这个内塔应该是要放掉的 这边三个人是防守不了 是 防守欲望也并不强 手下高地 对的 但现在其实慢慢往后打的话 炮伏其实会逐渐成为一个大boss 因为左边这个自动 其实整体而言有点偏手短 赛纳的被动一旦成长起来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 这赛纳的输出是无压力的 所以主要比较让鳄鱼很难受 鳄鱼这个因素 大家之前 很见过很多次 被艾西风筝一个场景 那其实赛纳也差不多一个效果 对 这是冰山政府 冰山政府的一个内力 下路兵线再度续上了 下一个在正面做一个单带 这波埃及好像想 靠着大龙buff的尾巴 来做更多的一个防御塔的推进 下路防御塔 血量消耗的效果还不错 这两个炮车兵 这个时候只能顶着 往下慢慢的推 还好是双射手直接点掉了 看一下中路防御塔 这个血量压制 哇 工作坡这边也是很难受 没办法清理兵线 不过这一波 防御塔可以找机会 因为那儿马上就要变小 他有一段时间 叠不了怒气 闲着时间 好 过来以后再Q 没有哭到 是战场的话再度移交到下路 因为兵线再度来到了 防御塔 脑能buff就消失了 开到的一瞬间 炮斧被定到了原地 进攻配合远处的埃及时 直接秒掉了炮斧 宝兰也倒 这波埃及只能选择后撤 防御塔 这波开团的时机 跟目标找到都非常的果断 是 所有的先手技能 都是非常稳定精准的 给到了炮斧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别奶了 就 比较正常的嘛 这个就是因为那儿变小的 一瞬间直接开团 不过感觉刚刚 埃及自己是有点大意了 因为在那儿 瞬间变小一瞬间 塞纳不应该 突然在对面能开到的一个位置 因为他没有闪现 是 就像同学说的一样 走位可能有点靠前 所以的话 下一个连着一个供之哥发现 这个鳄鱼好像有点机会啊 直接点出两个三环 第三个 那么再点一下 供之门选有点低 反身Q技能之后 交出自己的一个秒表 哇 下一个这边只动打西 这打掉了一点点的选择 刺激的Rookie 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直接是一把384的伤害 直接点掉 而且后续则现在 再度调整以后的 大担反拍 可是这个嘲讽 还挺没有办法规避掉了 小天这时候被动太多 点坦是非常非常快的 下一个也倒了呀 不转 虽然被这个死武烫死的 供之哥是倒了 但是后续付出的是 两个大人线的生命 不转 而且这波死很掉节奏 就现在的话 放不开是可以进行 一波的反推了 本身那边下落 只是抓到一个人 可以缓解一下 IG的推进节奏 那现在的话 反而放不开是可以去反推进 是 而且其实 但是在刚刚这一波的交战里面 我觉得对于鳄鱼 一个最不好的消息 就是他的苗表用掉 他苗表一旦用掉的话 在接下来的团战拉扯里面 其实他会变得风险很大 先来看一下这一波 只能说开得真准 就所有控制先全给到炮服了 找到了好的机会 而且确实这波炮服也没闪 没什么操作空间 对的 只能交出进化 尽可能地就逃避一下 然后我去控制跟得太快了 而且 硬币哥这边也开始读书了 这塞纳已经85个魂了 确实挺吓人 就两边一边有千绝 八层的印记的千绝 和另外一边 85层被动的一个塞纳 而且你看塞纳现在的装备 主要是他有火炮之后 其实整体的攻击 就比较长的 就除非是 方马拉再次复刻 刚刚那样的开团 不然一旦是塞纳有闪现的话 他往后拉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操作机会的 看一下魔法水晶剑是个猜 这个应该是盲色 应该留不住了 对时塞纳现在应该是 方普拉斯阵容里 比较难处理的点 因为现在双招俱在的情况下 下一步团进化再好 双招都在 其实炮夫很难不死 只要他一不死 你给他稍微一段时间的输出空间 方普拉斯这个阵容也站不住的 对 主要是他 就是塞纳这个点 除了自己到后期的一个输出能力 比较好之外 其次就在于 他能够给前排奶 其实这变相是提升了 可以保一下队友 所以说那这边 进攻也是感觉 塞纳的一个伤害慢慢来起来 准备要做蓝盾了 糟了赶紧把 对吧 防暴击 对赶紧逃出来吧 而且现在感觉 林伟强的装备还不错 就如果 方普拉斯这边摆好阵型的话 其实方普拉斯的一个双射手 他们一个发射空间还是挺大的 而且方普拉斯这边 因为已经有两条风龙在了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刚刚很多次 就是让艾希的大刀找一下机会 毕竟有CD比较快 而且现在对于 埃及而言的话 可能是要防守一下 这波小龙吧 因为对方普拉斯人员 是有可能拿下这条龙魂的 就风龙魂他对于 可能面板上的加持并不多 但他对你找机会能力的提升 会非常的明显 对艾希这样的挺喜欢的 还有女坦其实也不错 是 就是双方阵容 这个风龙魂的收益都非常高 先上来清理一下兵线 是Rookie变身的一个 帅哥的怒气控的还不错 竟然第一时间被留住打一套 宝兰并没有选择出钩 隔墙相望 还不错 直接闪现过来以后 开Rookie Rookie教书自己的闪现 ID的阵容稍显得有些被隔断开 家寮一马当先顶进去以后 德莎已经是从对面的阵型里脱离了出来 那反而读一臂有一些危险 已经能重拳 拉一个非常远的位置 自己残惜宝兰在阵容里先倒 而且杨丽生其实保住了自己阵容的所有人 到此再刮 但是正面 进攻被留了下来 一枪被点掉以后 塞纳在这段时间的团战能力拉起来了 所以德莎进场以后还能再输出 闪现过来后再点一枪 没有个男枪 直接秒掉了对方的辅助 这一波完成了一波一换四的团战 这一波了 但是冰线 但是他们要稳一点吗 冰线略微有点远 这时候埃及选择是要去打一个大龙 我这一波团战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你没有办法去限制泡妇的输出 其实我觉得FUNPLUS自己没想开吧 这个纳尔在他们脸上变大的 一瞬间上去开团了 是他们选择让刘兴松跟家聊 直接去开后排 但是Rookie的闪现 是直接帮他拉开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而且水银鞋确实很关键 这个Rookie 对而且就是他们是选择 越过中间那个一百怒气的一个小纳尔 然后去开后面 导致这边纳尔变大之后 直接反现把两个人拍在墙上之后 没有人可以去跟斗因比 是就是这个就导致 你前排控制效果拉满 但是输出真的没有办法 跟不上 对 然后后面的时候被逐一击破 没办法在埃及这边三减速流 是吧 冰锤加上两个冰层增幅 太顶了 这减速 每个人凭A都带减速 这谁顶得住 就在残局的团战里面 你会发现方普拉斯 连讨的机会都几乎没有 这种时候最难受的就鳄鱼跟家聊 两个人 显得笨重 但是这波团打完了以后 对于方普拉斯来说 炮夫没有双招 没有任何能帮他解控的东西的情况下 炮夫这一波 如果被方普拉斯开到 他们还可以再复刻上一波 在高地前的那波团战 是 但开之前的话 可能要看一下 炮夫这个位置 因为他这个盾 你得先手找机会把它破掉 艾希可以找到机会 其他人好像会有些吃力 就什么万剑齐发 战争刚风 对吧 随便刮起来 这塞纳已经110层了吧 估计 感觉确实听起来就很吓人 很吓人 就刚刚他直接打在脆皮身上 那个视觉效果就已经很爆炸了 是 就捕刀流的塞纳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夸张的成熟 就关键就是这段时间 其实他成熟能跌得这么快 真的就是在于打架太频繁了 就塞纳其实之前打辅助的时候 他更稳定就是跟你换血 对 把他AQ一下就有一层 来了 又是一波带着大龙buff的IG进攻啊 看方法的这一波怎么守 上一波是在对方推进的情况下 找了一波塞纳的机会 看这一把有没有机会再复刻一下 双方的话是 IG这边是换了一下 带边的一个位置 哎 二纳这边拱进去了 配合加里要进场 塞纳的位置被停下了 我的天 塞纳他直接倒了 那IG可能这边输出力量不够啊 宝兰这个位置也是被留下 那现在特意虽然把下落兵线给带掉了 应该要溜了 Rookie还想再操作 看看有没有愿者上钩的人啊 但是没有 方普拉斯选择抱团在中路推 真的没有吗 小天这个位置 看一下一发探测键 探测出三个人 那方普拉斯选择与时间竞速 直接在中路选择强推 而复活时间还有35秒的炮芙 能不能来得及守住自己的家 但这边已经有超级回程 已经回来了 看正面吧 这边人还是要少的 方普拉直接往前面 一波压进 对应币就在后面 虽然手里 第一扇是没有大招的 大招直接选择倾线 宝兰选择很果断 兵线已经快被处理掉了 但这边双方要打嘛 背靠防卫塔的一个防守 IG还是很有底气的 哎呦 林卫翔被留住了 这波闪现交出来 后控在原地 杨灵胜心保住了一个 这波IG要复刻经典3打5 而且确实有效果 把方普拉斯直接打退 还想再追哦 但是追应该是追不上了吧 但是这个时候 踢的话感觉 没什么好的位置了 效果不是很好 哎呦 大招的一个伟燕 收掉这个寒冰 无人能挡的女王 是 而且这波反过来 可能IG要一波了 而且到此 再留到刘情松以后 兵线已经推进来了 塞纳随着兵线进场的情况下 现在对于方普拉斯来说 没有双人路 只剩上中野 没有办法倾线 下落的兵线再进去 小天力挽狂澜 想阻止兵线进场 但是中路的兵线 已经来到高地 而且Rookie单防小天 选择单挑 绽放落地的瞬间 直接完成单杀 而正面的战场的家疗 虽然落地 但是顶不住塞纳的输出 德塞顶到了前面 一发大招直接把金购 顶到了塔上 而独一闭这个位置 蔡坦扛塔扛死 但是没有效果啊 起身的一瞬间被秒掉 兵线再次续了上来 IG选择一波 是的 恭喜IG 感觉算是一波 很跌倒起伏的翻盘 对 就是在后续 我们说的那个减路流 给到翻盘 压力实在是太大了